大家好,我們是恆大廉政大使 我是Ring 我是Erica 疫情之下,網上的授課都拖延了一段時間 相信大家都很久沒回過學校上課 不過聽聞近期出貓請窗這些風氣都很Hit 甚至有不少IG商店都會Hashtag著代做功課 但考試這些字眼去招攬生意 值得去吸引學生幫襯 今天我們來到這裏 不如一齊了解同學仔對於請窗的看法 課金叫人回來幫忙做事 請別人去幫你做自己的習作、專題那些 考試找人去幫你代佛做 找人幫你作弊 大學那些請人幫你寫論文、請人幫你考試 叫另一個陌生人幫你做一份功課或者一份測驗 有啊,淘寶買功課 嘩,我不可以霸它出來 有些平台會 不可能就有IES 他們就是會有講過 但是都是沒有去做的 就是嘴上說說而已 不是很公平 一齊浪費錢之餘 還有你 就算你的功課很高分 但是不會學到東西 就是很不誠實 很不好 就是可以自己去完成的東西 還要讓別人去幫忙完成 都幾無謂 因為其實最後都不是 如果你考DSE都是沒有人幫你 你如果請了窗 那其他人努力了 就對其他人不公平 真的 他的分數就會變成不合格 然後他就要重新再讀過 後分 重讀那些 是不是會取消分數 應該是會寄過是吧 都是那份功課當零分 然後就辭出成績和GPA那些 推廣一些活動和同學說 不要請窗 就是可能 學校一些要嚴厲的處理 可能要有些考規 就是說如果發現了 可能就有些嚴厲的處罰 開Camp 然後就可能 他的房間也要看看有沒有其他人在 我會跟他說 不要請那麼多窗 那樣子 你自己都會重覆的 就最好不要去 用錢去 讓別人幫忙 寫作業什麼的 努力讀書 同學 自己重覆吧 加油 就是叫他 不如自己努力算吧 就是 不要 要別人去代佛 工法自己做 還要請人回來做 我覺得請窗的人都是失敗者 快要請窗 加油 可以請教一下同學 不要請窗 盡量 要不然 對自己和其他人都不好 自己的努力比較重要 重要 成績不重要 最重要是自己有努力 看來大家都對請窗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請窗是會違反學術誠信的 一旦被發現同學可能會面臨嚴重的後果 到底用金錢來換功課是否值得呢 如果被學校發現請窗的話 除了可能會在transcript 到academic dishonesty 更可能畢業後位被降級 還可能會附上被休學的代價 甚至會影響到未留穩工 同學切勿以身示範 希望各位同學不要因為一時的貪念 或者想拿高分而選擇請窗 記住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誠信之道由你做起